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了三十岁后就纷纷扑向你 在我都还没有将结婚照片表起来签 交到一张法院通知 收我寄欠助学贷款 我把法院通知表了起来 我之所以那么没出息 是因为我念电影 大学时期便立志当一个伟大的 芭拉片导演 于是将所有存款拿去拍片 原来我们的政府鼓励学习国片 但是可不鼓励你不讲学费 所以在我还没当成伟大的 赚钱的芭拉片导演之前 先让我插队说一个没有钱的故事 这个故事来自于2004年 我浓用了一学期的学费 本来太阳春小滴滴 就这样开始拍起不入流的 家庭的舞台 只不过我记录的对象 是一群搞革命的老朋友 这些家庭文代又不知不觉 变成一部 好吧 记录片 本来是可以没有这部记录片的 都怪这两个吃男月女 偷吃那该死的苹果 1989年 人类的渴望没有减低 反高学费运动 已在追求真理的饥渴下 展开低声怒吼 1996年全球第一支付质养诞生 台湾教育部宣布教育全面市场化 公立学校复制西医学校的高学费 教育沦为喊价买卖的商品 1998年 某学运人士获得释放抵达美国 台湾有200多名大学生包围教育部 抗议高学费的呼喊震惊全国 他们成功翻阅教育部围墙 争取到了当年学费部调涨 这之后 有些人留了下来 继续 2008年 我才拿到一笔占助经费 拥有生平第一支收音麦克风和脚架 然后我不知道怎样做记忆片 只好模仿其他导演 也来些访问 访问这群没有卖点的 但他们第一次看到收音麦克风 都纷纷好奇不已的把握 左右换过来 那个声音更大 声音更大 哇那可怕 好像打雷一样 要是有刚好反映的话 肚子会哭一哭哭那种 你要讲具体的东西 可以讲错识 其实我是一个生活白痴 做革命对我来讲比较容易 好困难的 很挣扎 对 来啦啦 我再想一下好了 我大概在2728的时候就说 我到30岁我绝对不要再做道具了 好还是要谈因为从第一年到第四年 我拆了四年你不要抹啊 听到 粉末登场 我想一下 粉末登场是我们搞社运的宿命 我们永远都要准备好要去做些什么事情 为什么你绝不离开了 诶 等一下怎么被断掉诶 我还是听得到啊 我听得到那我听得到 你们有没有什么设计啊 没有还有你问的方式 对很容易就把那 勾动人家那种内心的那种 一下就会被你引出泪水 这集很难 突然间变得很难回撒 刀影 不会啊 就当下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这个当下的心情就是 这部纪录片之所以花了六年 久了总统选了好几个都像是没选过 就是因为反高学费运动十年来 提出了一个超冷门的核心数据 等到全球暖化都融化不了 这群义工提出了客间企业红利税 专款专用与教育 呼吁全球具体以课税方式 要求企业付出责任 企业作为教育成果最大使用者